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五名涉嫌干下 吉隆坡五级免登爆炸案的男子 他们目前被扣押在吉隆坡警察总部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同私会党有关 根据马国媒体报道 这五名男子是在昨天晚上被警方逮捕 马国总警长阿布巴卡证实了逮捕行动 并呼吁公众给警方时间进行调查 案件一旦有进展将对外公布 这个月9号凌晨4点半左右 一枚手榴弹在吉隆坡五级免登的一间夜店外爆炸 造成一名36岁马国男子死亡 死者是代客驳车工作人员 另外还造成12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新加坡人 马国警方事发后表示 案件相信和私会党纠纷有关